请问您之前疫情前和现在的快递量有什么区别吗 大约件数有什么差别 有区别 封城之前我们的业务量大概在5万到6万 现在我们的业务量下滑到现在都在2万5到3万 就是对我们的业务量冲击比较大 不但是这个业务量冲击大 而且对我们收件的操作更加复杂了 现在所有的车辆每天早上起来 第一时间是需要消毒 消完毒才可以装车装件 这是第一个环节 第二环节就是装完件 把所有的邮件拉到处理中心 我们处理中心卸车之前必须得进行二次消杀 在二次消杀的时候才可以卸车 包括车辆 车辆消杀完毕以后 邮件它会陆续往下卸 因为我们还有第三次消杀 第三次消杀就是我们这个一体机 传送大量消杀 它们会把所有的油件逐一消杀 因为车辆消杀所有的油件它是积压在一块的落在一块做不到每一个油件做消毒 现在所有的油件就需要单个的一个一个的去过 因为不能让所有的油件出现叠加 落在一起的 只能单个的过 所有保证单个油件所有的油件进行消杀 消杀完毕才可以自动分解 自动分解装袋机包 到机包下一个中转的环节我们还要进行第四次消杀 中转的时候整包 所有的环节都是不消杀都不允许装车的 由于这个疫情的原因造成我们这个油件大量积压 因为所有的油件都要单个的一一消杀 因为商贸城是出货量最大的 我们这个市场出货量大的它就造成了一定的油件积压 积压的原因就是油件每个油件都要逐一一消杀 包括中转 因为这个消杀的原因很多油件不能按时到达咱们客户的手里 所有的油件到客户手里绝对是安全的 你都放心的去拆劲使用 请问那个有没有因为疫情 然后您的商品的销售量减少了 肯定有印象还不小呢 都有印象大呢 我们都封了将近一个月的嘛 都是天天做核酸 那请问销量之前是大概那个疫情前大概是多少 然后现在疫情后 有没有一个大概的销量 有没有一些差别比较这样子 差别还是大的 还是有 疫情以前吧我们一天能买个六七千七八千 现在就是 就是一千多都是不错了 有时候几百块 天天亏到现在你就是减风了 还是人来不了它都是 客户来不了 那有没有一些网上客户然后买您的订单 因为疫情的话 现在是不是发货 因为现在是然后现在是各个地方有疫情 有没有一些外地的买家 然后在您这买货 有时有外地的但是少 它有时候路上来不了 客户想来还是来不了 它们还是有点管控吧